明朝有八個問題 就是周之封鑑、秦之眾矣、漢之列喉、魏晉六朝之清流、唐之編鎮、宋之眾稅、言之人行、清之八旗 這就是明朝的八大筆端 所以這八大筆端的一起加在一起就把明朝給弄完了 一定要知道一個明朝的滅亡 一個王朝滅亡 它是善終下三個階層徹底的都崩壞了 任何的王朝的崩潰它不是像我們理解的 就是某個皇帝做錯了或者某個財政的問題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你分不清哪個是重要的 因為所有的問題都是膠質的、完整的就綑綁在一起 它分不開 它所有的問題就牽一畫、動前身、改都改不了 這些王朝中期的病症呢 它是可以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 但是到了王朝末期 你就是頭痛醫頭也沒用 但是它是一件事的